首先我們來關心的是 臺南的安南區是在昨天發生了 震驚全國的殺警案 有兩名員警因為追棄髒車 和林姓嫌犯爆發了衝突 該名男子是持刀砍殺員警 還拿走警槍到超商來搶劫 所以警方是發動了全臺圍捕 掌握到林姓嫌犯 要搭客運北上的勤姿 由警政署長黃明昭來帶隊 今天清晨將這一名男子給逮捕 警方指出林姓嫌犯 對於案情是避重就輕 聲稱是圓警朝他噴辣椒水 才會失控砍人的 訊號將移送地檢署偵辦 林嫌下車後 正巧走到圓警埋伏車輛旁 大批圓警立刻蜂擁而上 將他壓制在地 結束他十七個小時的逃亡 警方從林嫌身上起出 被害圓警圖明成的配槍彈俠 及十八顆子彈 專案小組掌握他 從高雄搭客運北上的消息 二三號清晨四點多 由警政署長黃明昭 親自帶隊圍捕 林嫌到案後 公稱是在墓地喝酒時 遇到兩名圓警起衝突後 才抓狂砍人 林嫌對殺警避重就輕 但他不只殺警晚上還持警槍搶操傷 而且他形勢狡猾 狡猾光逃亡路線 從安南區到新營搶超商 再到高雄轉搭客運去新竹 就換了六種交通工具 儘管如此 還是難逃法網 關鍵就在他氣質的 髒車及逃亡行中所遺留的指紋 林嫌被帶回氣質 髒車的現場模擬 他汽車時 還試圖用水洗去血跡等證據 但警方從相關遺留物 發現記載親友綽號 電話的筆記等物品 這才將他跟嫌犯 做了連結鎖定追棄 警方二三號依殺人及強盜罪 偵訊林嫌 偵訊完畢將移送地檢署偵辦 記者新竹台南報導